虞书欣长春电影揭开幕红毯造型,白色印花礼服,胸前一朵白玫瑰,搭配茉莉花妆容,阴云着清冷纯粹气息。 这款连衣裙的设计十分独特,挂钵的款式展现出优雅的背部线条,同时收腰的设计,凸显了她的身材优势。 此外,手窄的裙摆如同含苞带棒的白玫瑰,增加了整体的美感。 虞书欣走到今天用了七年,在一当综艺节目一年级里,她追着导演说配角也可以,此时也可以,我们可以互相成就。 今天和冯小刚导演走在一起,她从来不是幸运,是努力。 虞书欣凭借电影《非诚勿扰3》跟冯小刚一起走的采访时,冯小刚对于书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初期选决的时候,就得到了年轻工作人员的全票通过。 拍戏时,台词表现特别的好,非常的用功,演得也特别的准确。 这也是虞书欣演技被公开认可的一次,也是对她演员这录的鼓励和认同。 当时,因为我们这电影里有一个年轻的一个角色,是重要的角色,所有的年轻的工作人员投票,全部把票投给了虞书欣。 拍戏的时候,她的台词特别的好,非常的用功,演得也特别的准确,我觉得非常非常好。 从交替小姑娘到现在得到大导演的肯定,九五花里于书欣算是在这次电影节里展露头角了,撕掉花瓶空架子等标签。 这也算是于书欣的音频大作吧,期待她能带来更多的好作品。